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公司新年一时,其市值近两年来首次跌破两兆美元大关,不过这一体量仍然是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一年,苹果市值损失一兆美元,相当于27个小米的市值。 要知道,在2022年第一个交易日,苹果市值在盘中一度突破三兆美元大关,是史上首家市值突破三兆美元的上市企业。 三兆美元是什么概念? 倘若对这一组数据不敏感,与全球各国经济横向对比,苹果的市值相当于是世界上第六大经济体。 遗憾的是,全球科技消费市场低迷之际,资本市场由此遭遇重挫,大幅回调。 而苹果市值无疑是损失最惨重的科技企业之一。 因全球通膨以及供应链挑战,投资者担有iPhone需求。 有消息指出,苹果以需求减弱为由,通知中国供应商本纪减产AirPods,Apple Watch和MacBook原组件。 在此之前,有消息指出一入门款iPhone14销售不佳,继而缩减相关订单。 苹果大局对旗下热门产品如AirPods,Apple Watch和MacBook减产,预示全球消费科技市场低迷要比预期的要高。 受此消息影响,果链概念遭遇重挫,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力讯精力更是跳水,最终跌停。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2022年全球智慧型手机需求低迷,冲击着大部分手机厂商,但iPhone保持着正增长态势。 根据调研机构Gartner所预测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电子装置、个人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总出货量将下降7.6%。 主要是供应链、高通膨等因素导致全球消费者情绪悲观,消费者降低了对电子装置的需求。 其中,全球手机出货量将下降7.1%。 全球五大手机厂商中,只有苹果维持正增长格局。 Canelist的数据显示,2022年第三季度iPhone出货量为5300万台,同比增长8%,市场份额提升到18%。 如此逆势成长,主要是得益于之前iPhone 13,还有新推出的iPhone 14系列的推动下, 在第三季度的市场份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尤其是备受欢迎的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将为苹果带来更高的平均售价和稳定的收入。 面对全球消费科技市场疲软的年份,苹果依旧交出一份还算不错的成绩。 然而,苹果股价暴跌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影响,那就是在iPhone 14 Pro系列中, 搭载的a16晶片相较a15晶片,竟然罕见的没有取得效能方面的提升。 这也令人担心下一代a17的效能表现。 前段时间传出消息,苹果a16研发失败后,苹果在接下来的a17也许就现实很多,不玩效能了, 毕竟人才缺失有点大。 最近,有知情人士表示,因为苹果晶片团队内部存在一些问题, 所以a16在效能方面的提升并不大。 iPhone 14基础版使用a15晶片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和a16在实际体验相差不大。 虽然a16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手机晶片之一, 但对于大众而言,这明显不符合用户对于苹果的期待。 在用户眼中,苹果对于a16的升级幅度显然不止于此。 据消息表明,苹果晶片内部一直在经历较大的动荡, 为此也影响到a16晶片的开发进度。 原先团队希望让a16获得飞跃式的效能提升, 同时加入行动光线追踪技术。 但是在早期原型机的测试中, 其耗电量远超内部预期, 因而会造成电池寿命问题, 导致续航下降并且出现过热问题。 众所周知,iPhone通常不会针对散热做出优化调整, 所以原来a16的规格就无法通过测试。 开发团队只能基于a15重新设计。 因而造成,a16的实际表现并没有比a15好多少, 甚至在能效方面还不如a15, 这在网友心中完全是反向挤牙膏的行为。 据海外媒体925Mac报道, 预计台积电3nm工艺将用于iPhone15的苹果a17晶片, 因此可能更注重电池续航的改善, 而不是处理效能。 目前,距离苹果iPhone15新品发表还有9个月时间, 台积电的工厂将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好。 此前,苹果泄密者Shrimp Apple Pro暗示, 明年iPhone16将采用基于台积电3nm工艺的a18网声晶片, 以提高CPU和GPU效能。 此外,iPhone16系列还将带来更快的LPDDR5X记忆体。 相比之下,iPhone14Pro采用LPDDR5记忆体。 苹果大概率并不希望在今年的iPhone15系列中升级记忆体类型, 所以整体上来说,今年的a17依然没什么太大亮点。 至于处理器,iPhone15Pro的a17仿生晶片将基于台积电的N3e节点晶片工艺, 而iPhone16将配备a18仿生晶片, 或许会进一步升级未来新的3nm工艺节点。 尽管苹果并不希望在iPhone15上改变记忆体的类型, 但预计高阶的iPhone15Pro将采用8G的记忆体, 但整体记忆体规格也依旧是残写的。 这次传出苹果a17将会重点关注能效而非效能, 或许也是在为用户打一个预防针, 暗示a17的效能提升十分有限。 其实回顾这几年,苹果a系列晶片早已经放缓了效能升级的脚步, 同时苹果还在Mac电脑晶片领域持续发力, 继自研的a系列晶片取代三星晶片之后, 苹果再次掏出效能震惊众人的m系列晶片, 全面替代英特尔处理器。 不过,基于ARM架构的m系列晶片实际上并不只是一颗处理器, 而是一块系统级晶片。 虽然苹果推出的两个系列晶片在效能上确实非常出色, 但是双线作战想必也让苹果内部有些精疲力竭, 在资源大量倾向l系列晶片之后, a系列晶片效能提升不足也是情理之中。 更何况,苹果如今正在自研5G数据机晶片, 对于人才的需求量将会更大, 三线作战能否让苹果拿出全力带来更强的晶片, 目前看来依然是个未知数。 但系列晶片受到影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12月底台机店在台南科学园区举办三奈米生产即扩厂典礼, 正式宣布启动三奈米大规模生产。 并且目前已经确认苹果将成为台机店三奈米工艺的首位客户, 或将在M2 Pro上首发该工艺晶片。 不出意外的话,苹果与时期也将会采用这一工艺系列打造, 按理说更先进的制程将会带来更加优秀的效能和能效表现。 但苹果说入住能效,究竟是效能不变, 还是指效能提升,相较能效提升, 并没有那么大,仍然存疑。 无论如何,目前,苹果A系列晶片凭借强大的效能, 确实有学习当年英特尔挤压膏的巨大趋势, 只是能挤多少年,就要看安卓阵营能否早日全面超越A系列处理器。 而从体验的角度来看, 现在的A系列处理器完全能够流畅运行作业系统和应用软体, 降低功耗绝不是为一个正确的做法, 但最终效果如何,还需要市场与用户的认可。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